如何升级对话沟通技巧 拥有和谐健康的人际关系 我们生活中最大的一个烦恼就是 与那些难搞的人进行对话 或者因为难搞的事情展开对话 无论是职场上几个脾气古怪 喜欢冷嘲热讽的同事 严厉又挑剔的领导 总是喜欢抱怨的朋友 还是渐行渐远 不愿意开口的伴侣 都会让我们身心俱疲 面对着他们 我们甚至会在心里痛苦的声音 让我消失吧 然而你不会消失 这种糟糕的状况 不会马上反转 除非你主动面对 才能够改变这一切 尽管这样我们处理的结果 往往也是不尽人意 生活不仅没有轻松起来 反而筋疲力尽 神经紧张 那么该如何解决 这一棋手的问题呢 那今天为大家讲解的这本 高难度对话 将会告诉你答案 这本书是美国畅销书作家 麦克贝克特尔 即跟任何人都可以聊到来之后的 又一例作 他将对人们交流与沟通的观察 深入到心理层面 分析人与人之间 为什么会产生沟通障碍 并且给出了解决方法 麦克贝克特尔认为 在人际关系中 人会产生六种基本需求 一旦这些需求得不到满足 高难度对话和人际关系难题 就产生了 遭遇了这种情况 我们需要相应的升级我们的工具箱 并且调整我们的沟通技巧 只有这样才能够尽量避免误会的产生 维持人际关系健康的发展 麦克贝克特尔 有着多年大学及政府部门的从业经验 先后为世界500强企业 进行过2500多场 研讨会形式的讲座 诸有跟任何人都聊得来 不为他人抓狂 高难度对话等畅销书 好了 介绍完了这本书的基本情况 以及作者的概况 那么接下来 我将分为三个要点 来为你讲解这本书 第一个要点 满足了基本需求 你才可能拥有和谐的人际关系 第二个要点 升级你的沟通工具箱 六大沟通工具 帮助你轻松应对高难度对话 第三个要点 学以致用 沟通工具还要会用才行 在实践中改变生活 好 首先我们来说的是 本书的第一个要点 为什么你没有和谐的人际关系 根源是什么呢 只有满足了你的基本需求 你才会拥有和谐的人际关系 你为什么不愿意和某人说话呢 理由可能有很多 比如说 他无法管理自己的情绪 或者是自己没有心情 但真正的原因 有可能是你还不知道 如何展开与对方之间的对话 逃避是很多人在 无力应对与某个人的对话时 常用了一个策略 特别是在网络和移动通信 如此发达的今天 我们越来越放任手机和网络 指导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对话 不愿意将自己放在彼此的对面 展现自己的真实情绪 结果也只能收获脆弱 而有冷冰冰的人际关系 面对面的沟通 比你想象的要重要 调查显示 人们沟通的信息只有7%是通过语言传递的 38%是通过我们的语气语调 55%是通过我们的身体语言 隔着屏幕沟通 让我们的交流丧失了93%的信息 一律增加的机会大大的提升了 因为在数据缺失的情况下 人们往往会自动补缺 所以在遇到难题的时候 重要的是保持沟通 及时解决问题 那现在我们明白 如果眼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沟通和对话 手机沟通和网络交流 可能不是最佳的选择 当面沟通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 但是人们每天会遭遇这么多场对话 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什么样的对话是重要 并且亟待解决的呢 迈克贝克特尔 将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交流系统 分成了三种 责定关系 偶遇关系 以及成绩关系 责定关系是指 我们选择一个伴侣或者约会对象 选择自己的朋友 或者选择在某个社会组织中 而产生的关系 偶遇关系的范围相对宽广 包括为我们提供服务的商场工作人员 饭店服务员 热线化务员 我们在社区里碰见的陌生人 以及工作中遇见的 以前不曾谋面的同事 成绩关系是伴随着我们的责定关系 而不得不成绩下来 比如我们选择一个伴侣 就是要成绩他的家庭朋友关系 在这三种对话交流系统中 偶遇关系的重要性相对较低 他们发生严重沟通事故的频率较低 就算发生了 也不用着急去解决 责定关系就不一样了 我们选择某种关系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我们就会很频繁的接触 一旦出难 必须及时的化解 成绩关系 有的时候也会给我们的生活 增添一些小困扰 因为他们总是想突破关系现状 而进入我们人际关系的第一纵队 但是我们的精力有限 无法给予他们同样的关注和照顾 所以我们需要设定界限 一旦他们越界 我们就需要确定一个正确的方式 来回应他们 无论是哪种对话交流关系 艰难的交流和对话情况都会产生 我们小心避免是没有用的 因为每段人际关系 都会经历这样八个阶段 吸引 靠近 好感 牵挂 适应 憧憬 冷淡 出路 从一开始相互吸引 到发现彼此身上越来越多的共性 而应对彼此产生好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彼此的不同和差异暴露了 冲突和矛盾逐渐产生 和谐甜蜜的关系也直转而下 正如产品的生命周期一样 人际关系也常有游生至死的过程 爱情 友情 甚至亲情 也会经历甜蜜感人的初期阶段 不可否认的是 后来大多数都会发生危险 乃至摇摇欲坠的状况 那为什么会产生危机呢 我们为什么无法始终如一的 拥有和谐健康的人际关系呢 在生活中 我们观察到很多人在对话出现问题的时候 并非无作为 而是做出了很多努力 希望修补关系 让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健康 但是往往事与愿违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迈克贝克特尔认为 这是因为在心理层面 我们没有满足自己的六种基本需求 这六种需求是 安全与障碍 冒险 成长 接纳 关联 价值感 在技术层面 我们又没有升级自己的对话工具箱 并且在生活中好好运用它们 人是感情动物 而且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除此之外 人又有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殊需要 这些需求往往需要他人与社会去填充 去满足 但人类更倾向于向外界索取 而非分享和贡献 这种基本特征容易导致工序的失衡 那这也正是人与人之间一切问题产生的根源 如果在长期过程中 我们形成了独立的人格 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满足这些需求 也就从个人内在层面 为形成健康人际关系 打好了基础 那接下来 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这些基本需求 一是安全感 安全感是人与人之间情感连接的基础 如果一个人没有安全感的保证 那么他很难与他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二是成长 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角度 我们都需要成长 成长是适应环境变化的必然需求 也是人自己的内在需求 三是冒险 人生中大部分的成长时刻 恰恰发生在我们离开舒适区的时候 这就需要我们去冒险 成长是本质 冒险是天性 四是接纳 人们希望自己被接纳和认可 当有人真正关心我们 且不但任何附加条件 我们就有力量去应对生活的种种不如意 五是关联 人是社会性动物 社交是人的天性 一个人如果切断了与外界之间的关联 封闭 孤独 就会导致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六是价值感 每个生命的独特性 正是他们创造价值 对社会及他人产生影响的最有利的工具 如果我们想要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就不能过度的依赖他人来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 因此作为一个人格独立的人 接纳自己和他人 不断的走出舒适区 努力健康成长 认可自己的价值 为健康人际关系的形成 奠定了基础 好 那关于人际关系出现问题的根源 我们就讲到这儿了 下面我们来看的是第二个要点 升级你的沟通工具箱 六大沟通工具 帮你轻松应对 高难度对话 人到底是怎么学会沟通的呢 你有没有好好地观察过自己是如何沟通的呢 面对不同的问题 用什么样的心态和态度 使用什么样的语言 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迈克贝克特尔指出 谁给我们养大 我们跟谁学习交流与沟通 然后形成默认设置 在早期 比如婴幼儿和青少年时代 我们观察周围人是如何沟通的 然后对他们进行模仿 这其中最重要的是 对父母和亲近的人的模仿 我们将他们的沟通方式学习过来 放在自己的工具箱里 当自己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 就打开自己的工具箱 随意地捡起一种方式来应对当前的对话 然而随着我们逐渐长大 遇到的情况也越来越复杂 但是我们对话的工具箱里面 都是通过观察收集到的交流工具 这些工具有好有坏 有能够应对当前诸多问题的 也有不能应对当前沟通对话的 当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 沟通艰难的状况就出现了 难题越来越多 这是生活的本质 越战越勇 这才是勇者的生活态度 那些从父母那收集到的各种工具 并不能够帮助我们应对长大后 遇到的各种难题 比如 与领导出现矛盾了 应该如何沟通呢 遭到客户投诉了 应该如何对话才好呢 丈夫越来越沉默了 应该如何对话呢 我们希望自己身边的关系越来越健康 就需要用有效的手段去维护 特别是通过合适的沟通工具去沟通 迈克·贝克特尔建议大家要时常升级自己的工具箱 并且他建议最好取有以下六大工具 一是正面对话与换位思考 当谈话变得很艰难的时候 许多人只是简单的选择了避而不见 还有人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想在言语的较量中压倒对方 前者是没有应对方法 后者是完全搞不清状况 局面越僵 就越需要我们正面对话和换位思考 设法弄明白对方的观点和立场 当搞明白了对方的需求以后 才能够通过管控分歧和冲突 来保证双方沟通的顺利进行 二是给予信任为对话做铺垫 如果你不信任一个人 你会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吗 肯定是不会的 结果就是沟通很难顺利进行下去 信任是高难度对话得以进行的基础 但信任也不是说有就有的 从内在来说 我们需要修炼自己 做一个值得信任和表里如一的人 提出建议和意见的时候 要真实 关怀别人是要真诚 当你在别人眼里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的时候 你表达不一样的观点 别人不会因此而对你产生戒备 相反你的建议会更加受到重视 那从外在来说 如果对方对你并不熟悉 在展开高难度对话的时候 你就需要考虑将信任感传达给对方 最好面对面的沟通 对话越是艰难 我们越不能用文本和通话工具来取代对话 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 是我们取得对方信任的重要影响因素 注意这些感官信息的传达 通过真诚的表达 从而建立信任的沟通环境 三是以陪伴的方式影响他人 你可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一个朋友过来寻求帮助 当他把最近的一段经历 倾诉给你听的时候 你很冷静地告诉他 他身上出现什么问题 他应该怎么做 不应该怎么做 结果他不仅没有听进去你的意见 反而更加坚持自己的观点 甚至责怪你并不理解他 那在这个时候 他需要的不是你的冷静 或者你提供的解决方法 而是你的陪伴 当我们试着去改变别人 或者是要求别人怎么做的时候 我们八成是自讨苦吃 特别是在这个接纳十分稀缺的时代 人们对你态度背后的接纳 或是不接纳表现得非常的敏感 因此如果你真的想对他人产生影响 最好不要让自己看起来太过争锋相对 你最好表现得与他人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四是关注对方的情绪 在沟通中一定要谨记 我们不是在和逻辑产物打交道 我们是在和情感动物打交道 如果你总是关注自己在逻辑上 是否有说服力的时候 这就不是沟通了 而是一场较量 你想得到的结果也不是达成共识 而是取得胜利 这是高难度对话遭遇到的最可怕的局面之一 你面对的是一个人 他是有情绪的 时刻的照顾他的情绪 你们之间的对话才能够顺利进行下去 五是 不要吝啬付出时间 在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 我们越来越强调效率 追求速度 在其他事情上 效率越高 收获或许越大 人际关系却不是这样 他往往需要你投入很大的时间和精力 你的所得也不一定就是你的目标 在处理重要的人际关系时 我们越是追求效率 反而越容易遭受痛苦 当你非常想获得某段关系 或者某个人的友谊的时候 千万不要在时间上吝啬 追求效率 只会让你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上 越走越远 六是 即便发生争论 也要保持尊重 如果对话已经开始变得艰难 那也不必害怕 在争论的过程中 如果我们能够保持对对方的尊重 那么保证这场对话的健康和实事求是 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并不能破坏你和对方之间的关系 但是对话中的态度恶劣 却能够破坏你们的关系 生活中的每一天 我们都会遭遇到这样 或者是那样的冲突和矛盾 有人选择了逃避 而有些人通过对话来解决矛盾 但是并非人人都能够通过对话来解决矛盾 即使你掌握了上述所说的工具 你也不一定能够游刃有余的使用 好 那我们现在来说一说本书的第三个要点 如何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运用你的沟通工具 在人际关系中保持对他人的尊重 关注他人的情绪 这些方法也许我们都清楚 但是在具体的沟通当中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如何让关系正常的运转呢 一是营造安全感 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当中 大多数人会进行心理防御 而不是敞开心扉 在对话开始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营造出一种安全的交谈氛围 交谈会被你想象的深入 那么你应该如何去营造安全感呢 不安全感的一个来源 就是你试图展现你的权威 让对方感受不到足够的尊重 还有就是你让对方觉察到 你跟他不是同一个展现的 那如何避免不安全感在沟通中的出现呢 第一点要在沟通中将心比心 真诚的关注他人 当对方感觉到 你是在真诚的关心他们的时候 安全感就会增加 说话客气 表情 动作 声音稍微注意 保持和颜悦色 第二点是 一定要强调双方的共同目标 你要强调的是共同利益所在 同时要表现出 不给对方施加压力的初衷 二是消除畏惧心理 没有安全感也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这样会让我们对沟通和对话产生畏惧的心理 我们之所以害怕 是因为我们担心有无法掌控的事情产生 那么如何避免被吓倒呢 意外肯定会发生 比如说对抗情绪产生 结果不如意 情绪失控等等 如果我们只关注这些东西 就容易产生许多揣测 并且受到他们的影响 这并不是展开高难度对话 应该拥有的健康心态 因为你的注意力在自己 而非事情上面 那如果把注意力转移到事实上呢 你的心思可能完全集中在了解决问题上 那么所有担心的事也就是次要的了 消除畏惧心理 接下来的对话就容易多了 三是 健行倾听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在沟通中 你是不是经常说 我明白 我知道 但是 他这个但是啊 常常就是麻烦的制造者 你的大脑真的输入对方的信息了吗 你真的解密了对方的意思了吗 很多沟通上的麻烦就在于 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不太想知道别人的需求 这就导致沟通当中 你说你的 我说我的 好的沟通 是先放弃姿态 真正去倾听 有趣的是 当一个人开始用心倾听 其他人也会受到影响 我们可以先交换意见 认真思考对方的观点 等到下一次沟通中 好好的再交换意见 四是 坦诚反馈 面对不同的意见 你会怎么反应呢 是立刻进入到防御姿态 屏蔽对方传来的信息 还是表面接受 内心并不在意呢 如果是这样 那沟通就是 虚设而已 我们的观点 并非天衣无缝 他人的建议和意见 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当我们认真对待 他人的建议 并坦诚反馈的时候 有效沟通就产生了 而且双方都有思考和增益 这是一件好事啊 五是 从善意出发 当一律产生的时候 释放善意 是修补沟通 最好的方式 善意会让沟通 重新回到信任的基础上 重新审视 事实和双方的需求 保持善意的姿态 将自己内心深处 对对方的关怀 体贴和勉励 透过语言 表情或手势等肢体行为 表现出来 偶尔的点头和微笑 都会让对方放松下来 真正的信任 善良的人总是选择善举 这是一种自强的心态 无论他人如何回应 善良的人总是尊重他人 善待他人 六是 明确自己的目标 给人际关系设定一个目标 这看起来有点莫名其妙 但其实这并不难以理解 当我们并肩朝着一个令人兴奋的共同目标前进的时候 我们就有力量去攻克最艰难的对话 特别是当问题产生的时候 我们最先想到的不是质疑对方 而是修正航线 当对话无法进行下去 甚至已经成为了和谐关系的障碍的时候 请按下暂停键重新调整 好那说到这儿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也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分析了 人际关系出现难题的根源 作为情感动物 人有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殊需要 这些需求 往往需要他人与社会去填充去满足 但人类更倾向于向外界索取 而非分享和贡献 这种基本特征容易导致工序的失衡 这也正是人与人之间一切问题产生的根源 其次 人在成长的过程中 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收集了沟通工具 这些工具有好有坏 对我们的人际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我们想要保持和谐健康的人际关系 就需要升级我们的沟通工具箱 比如进行正面对话和换位思考 建立信任感 关注他人的情绪等等 通过这样的沟通方式来保证对话的顺利进行 再次有了好的工具 还要学会好好利用 通过营造安全感 消除畏惧感 践行倾听 坦诚反馈 从善意出发等等 让沟通变得轻松愉快 从而让人际关系健康发展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又听完